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科长 还得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阮队长 看这架势 你是要跟我来硬的吗 你我党同理应乏一 这点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只不过有个地方我们都进不去 只有你王大科长能进去 走吧 这情报处 有你阮大队长去不了的地方吗 处长办公室 处长办公室 我想你是忘了规定了吧 处长不在的时候 处长办公室 只有我一个人进得去 冰心 你至于吗 你说林雄波就是不在 这不也很正常吗 你至于东西 你不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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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根本不可靠 你这是公报私仇 你知道吗 你王玉兰什么时候 公司分得这么轻了 我告诉你 余光位于私我都不想起 他根本不是林雄波 开门吧 王科长 其实王玉兰非常清楚 她的口袋里根本没有钥匙 而拿走钥匙的林雄波 此刻一定就在 费斯青的办公室里 王玉兰的脑海里 飞快地思索着 她决定一边拖延时间 一边尽力向屋里的人 发出警报 我的钥匙是处长特批的 你要想进去 必须要处长批准 王玉兰 你别在这儿 跟我拖延时间 我命令你 马上开门 你命令我 你是行动队队长 我是机药科科长 你还没这个权力 王玉兰 你别进酒不吃吃法酒啊 文明星 我之前一直觉得 你挺可怜的 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你是个疯子 是吗 那我疯给你看 你要干什么 让明星 说什么 你不是说要打死我吗 来呀 你打开枪吗你 王玉兰 你一直在这儿 跟我拖延时间吧 你是不是根本没有钥匙 拉脚 门踹 踹啊 你要干什么 给我搜 你把我带审讯室去吗 就算他会飞天顿地 他在这个屋里 总会留下点痕 总会留下点痕 你信不信 我信不信 你能把我带审讯室去吗 就算他会飞天顿地 他在这个屋里 总会留下点痕 你不信不信 这都没有发现 王科长 我怎么觉得你知道点什么 我看你还是带你的人赶紧回去吧 处长办公室可不是谁都能进的 我不让你搜你偏搜 现在什么都没搜到 处长来了 你们不太好交代吧 处长办公室里 什么动过什么没动过 我想王科长一定比我手下 这班操人强多了 不如王大科长来帮我们看一看 这里什么动过 处长办公室一向非常整齐 实在是看不出来 阮大队长 赶紧带你的人走吧 我还有准备帮处长文件归档呢 走 你最近信佛了 这个啊 是我岳父总的 又怎么了 害怕了 害怕了 太可笑了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既然不害怕 一起走一趟吧 阮兵心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确认 钥匙在不在那里 真实 我吧 你太可笑了 我来说 我来说 哥 那是什么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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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想要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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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没事 没事 酒 没事 酒 来来来 赶快吃饺子 饺子掉凉了 我可以帮她 我可以帮她 你帮她 我可以帮她 我可以帮大家 我可以帮她 舒婷 爸 你一直很能沉住气 今天是怎么了 远达他还没有回来 我有点担心 你是担心他完成不了任务 还是担心他的安全 两个我都担心 远达这是第一次 独立完成任务 我怕 远达现在已经成熟很多了 他已经不是那个矛头小伙子了 以他现在的能力 足以完成这次任务 如果他发现有问题 一定会终止行动 你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舒婷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叶叔叔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叶叔叔 你怎么还单着呢 我喜欢的人 娶了别人 我 不好意思 我 可能不应该问这人 人生不容易 十有八九 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就自己单着了 为什么软冰心 就这么肯定 你不是林雄波呢 可能他对现在的林雄波 感到很绝望吧 我能理解 一个女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肯定会很绝望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不是李雄波 可是我又是谁呢 你跟林雄波干的那点龌龊事 我可都看见了 你不怕血烟碎鱼 我还结识字号呢 你再说一句 信不信我一下帮你 软冰心 你是不是疯了 再不放手我就喊人了 来人哪 你干我气压死你 你 不 我倒想看看 到底是你的手筷 还是我的枪筷 放开他 我的感觉不会错 现在的你 真的很像过去的前夫主张 他呀是我们同事 叫林雄波 林科长 他是专门来看您的 来 来看我的 给您拿药来了 给 林科长 谢谢你 谢谢你 王叔叔 你别跟我那么客气 只要您尽快好起来 就不把玉兰 细心地照顾您了 放好了 我 这也不是处长家呀 不是处长家 到你家了 来我家干什么呀 你都三天没回家了 还不赶紧去看看你爸 那好 我就回去看一眼 我有帮你父亲 弄了两盒药 你拿回去给他试试看 如果效果好的话 我再想办法多弄一下 走 给老人弄了两个点线 算是晚辈和同事 有点心意吧 是不是 喜欢上人家了 没有 您别瞎说 要是真喜欢上他 别藏着爷子 感情救命了 你推测得没错 非自清果然是用 二思想之质 来作为密码 日违武装的清单 我都已经拍下来了 那就好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开始还挺顺利的 可是当我把名单拿出来 准备拍照的时候 听见王月兰和阮明星 在非自清办公室门外面 在非自清办公室里面 听听王月兰 是超过的 你还能看到 解释王月兰 是一种大想法 对此 是尽管的 是尽管的 我会想得到 你身边的 有建议 是尽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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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不要去试一下呀 幸好你把他们都带回来了 要是落在费思青的办公室里 怎么了 少了一颗 你去干什么 我会处理把那个珠子找回来 你现在去只会露出更大的破绽 可是不找到那个珠子了 那个珠子就是个定时炸弹 随时会爆炸的呀 你现在去了有钥匙吗 能进得了费思青的办公室吗 就算你有办法进得去 现在这个时候 软平心会让你自由地出入吗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软平心这个时候 已经在情报处布置了你线 任队长 你找我 吩咐下去 情报处周围全部布上暗线 林雄波和王玉兰的警 一定要严密监视 一旦有任何风吹走的 那个向我回报 是 你说的没错 白天软平心没有得逞 肯定不会善罢开修的 他现在正盯着我呢 我回去确实有问题 如果软平心 真的见到了那颗珠子 他现在肯定带着人冲上门来了 所以说 现在还不是一盘死局 我们在当容之际 是马上要把交卷送出去 那怎么才能送得出去呢 今天我去看过大成了 他好的差不多了 你的意思是 让大成带出去 他在费斯清智已经挂上号了 他不能继续留在郑州 所以 在把他安全转移的情况下 让他把交卷转移到解放区 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人民心的眼线 大成被抓进的时候 因为人民心抓过面 恐怕还是很困难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刁玉琴手上有一批药物 他一直想跟我合伙 把这批药物销出去 正好解放区正缺药物 我和父亲商量了一下 明里呢 刁玉琴做生意 案里有父亲出钱 把这批药物送到解放区 你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把大成安排精英书队伍中 混出城去 不错 刁玉琴明知道药物 是严禁运出去的 但他还敢这么做 就是仗着背后有费司机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利用他急于发财的心理 把大成 情报还有药物 一起送到解放区 舒婷妹子 丽琴姐 你来了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我这不有急事找你吗 就不请自来了 妹子 我那边都准备好了 你那边怎么样啊 我父亲呢 倒是替我们把夏家找好了 但是还是有点麻烦 你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 这赚钱的事哪有这么容易啊 咱俩一起想办法 你看吧 你是上家 我们把夏家找好了 但是这中间的环节 还是有点问题啊 你的意思是 我们怎么把药运出城去 可不是吗 现在郑州城里边管得那么严 特别是药品这一块 想弄出城可不容易呢 就这事啊 这还不是大事啊 妹子 正所谓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这事啊 我给你办了 你 你忘了 我们家老费是干什么的 这出城进城 还不是她一张条子的事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郁琴姐 这事吧 怎么说起来 都有点循私舞弊的意思 你们家费处长 又一身正气的 她能同意吗 什么叫能同意吗 这事啊 她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妹子 你就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吧 那太好了 郁琴姐 这事就交给你了 剩下的事全交给我来办 好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 把这批药运出城去 现在这钱不等人呢 越快越好吧 如果明天能出城 就最好了 明天 明天就明天 那我走了啊 这么快就走啊 你不是说了吗 这钱不等人啊 我现在就去找老费去 月琴姐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好 慢走啊 郁琴姐 听到他们说什么吗 他们是在屋里谈的 不过我看到那位 刁老板出来的时候 满面春光 应该是谈成了一笔大声 很好 老九 你帮我继续地露掉一起 一有风吹草动 马上叫我回报 是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一早 你就混在运输队里 出了城以后 立即找机会 离开运输队 赶往实力村 那里有我们的同志 在接应你 你还要是 安城总之 这里 有组织上需要的情报 既你逃出去之后 在第一时间交到组织手上 好 放心 我会全力完成任务 还有 你不是说 这些那批药品 想送到解放区吗 这个你就不用费心了 那批药品 我们会送到指定地点 然后再转移出去 不会让费司卿他们 起疑心的 上级已经安排好了 好 谢谢你 保重 大程董事 保重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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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的车 出发 好 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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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那个刁老板 遇了一大车祸我 我吸关乘风去了 我是随警公署情报处 行动队队长阮明心 马上封锁西关城门 所有货车不能出城 我现在马上带队过来 所有出城之类 我亲自检查 通知行动队 全体集合 好 目标西关城门 出发 是 邓远达从软兵心的命令中 清楚地听到 他们的目标是西关城门 而那个地方 也是今天运输队出城方向 看着软兵心带着行动队的人 迅速离去 邓远达脑子里快速思索着 绝对不能让软兵心 破坏了今天的行动 干吗呢 吓死我了 熊波 原来是你啊 我说老硬 你拉二胡你拉呗 你 你这个 这还反着弦拉你这是 你在这儿 好歹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 你怕什么 这 妈 还不是因为处长 上一次把我狠批了一顿 他说我一有任务 就躲在办公室喝小酒 拉二胡 严重地影响了办公室的清静 就做点小事 处长也真是的 谁说不是呢 是吧至于吗 老硬 这处长都已经批评过你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拉二胡喝小酒啊 是不是今天又有什么大任务 熊波 你别跟我装了 你敢说你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 你不知道啊 软冰心那任务布置的 笼子都听得见 你敢说你不知道 就他那德行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出任务似的 不过啊 他在行动队 我在意电科 他说的话 我基本上跟没听到一样 你现在可好了 他两耳不闻窗外事 可我不行啊 他那个行动队归我管 也不知道这个软冰心 还会给我捅出什么篓子来 我听说是抓走私是吧 抓走私这事 不归他们情报处管啊 谁说不是啊 也不知道软冰心怎么想的 什么事都要插一干子 那他这是冲谁啊 反正听他们私下议论 说是一个姓刁的药行女老板 姓刁的药行女老板 怎么 你们认识 我怎么会认识呢 你真不认识啊 这姓刁的本来就不太多 因为是冲谁 他怎么会被冲谁 他被冲谁 他要找人 你不认识啊 老樑 你快说啊 兄弟 马英 这可是你逼我说的 这种捕风捉影的事 要是说出来 出了什么事的话 你放心 出了这个门你就不认 不管什么事 我担长 处长一直没结婚 这事你知道吧 这我知道啊 当初处长宣誓的时候 就说了嘛 他一心为了党国 绝不会被儿女私情所拖累 这是他的原话 可是他在外面 有个女人 知道吗 真的假的 反正我也是道听图书 我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难道他那个女人也姓刁 不光姓刁 也是个药行老板 是我的 要像女老板 不会这么巧吧 老鹦啊 我是真把你当大哥 啊 才多这么去嘴 是不是真的 我可不确定 我走了 对了 你这二胡啊 要拉就好好拉 你反着弦拉都没事 他听得多难受啊 对不对 没事 记着拉 好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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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平荒马乱的 要是没有点靠山 谁还敢玩臭丝 叔叔 不行 不行不行 赶紧 封锁城门 请问您是 是 队长 报告城门 快走 快走 让您再回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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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毕多啊 什么事啊 处长 阮兵心又出去了 我听见了 听说是抓一批走私的货物去了 跟共产党有关系吗 好像没什么关系 这没什么关系 他去抓什么人啊 听说是去抓一个叫 刁玉琴的药行女老板的货 刁玉琴 对 就叫刁玉琴 你说这个阮兵心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你看走私这种事情吧 都会警察署管 只要和共产党没关系 咱就不要管那么多事情 他连我都没有告诉完 直接就带着行动队 都赶去了 西关城门 这会儿差不多 行了 你出去吧 是 等等 处长 马上把林雄伯伯叫来 是 是你冲进来拿着枪吓唬人 老费 我是实在气不过他 哎呀 好啦 说 叶手艇卖的什么药 林太太想给丈夫生个男孩 所以才偷偷地跑过来 让我给他弄点补身子的药 他还拜托我不要四处宣扬 所以我才没说的 真的 我还能骗你啊 我听说你倒是怀过一个孩子 后来掉了 难不成你连别人生孩子 都要管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大白天的 还让不让人出城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看谁敢打开路障 上逢有令 所有出城车辆必须接受检查 检查 你先看看这个 再说要不要检查 看清楚了吧 现在我们可以出城了吗 我马上放行 放行 我看谁敢打开路障 报告袁大长 他有随阵公署的特别通行证 按照规定 我的命令就是规定 我不管他有什么通行证 只要想出城 必须接受检查 甩冰心 你好大的威风啊 原来是刁大老板 我说是谁这么骄横跋扈 要真说骄横跋扈 那我跟阮大队长比起来 可还差着一大截呢 连随进公署的特别通行证 在你阮大队长的眼里 都不过是个屁 真不知道要是我们家老费知道了 该怎么想啊 你别拿费处长压我 我这可是执行公务 我相信只要我秉公执法 费处长是不会建议我说了什么的 现在倒一脸正经了 善冰心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底细 要不是你爸跟老费的关系 你能当上这个队长 现在还居然有脸在我面前张牙舞爪 丢雨琴 我知道你有废处长跟你撑腰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你要是嘴上再不关门 我一样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那你就试试看吧 你们把这辆车给我里里外外 仔仔细细地搜查 所有箱子都给我打开了看 只要发现有一样伪禁品 人全部给我带走 是 给我住手 阮兵心 你凭什么说我的车里有伪禁品 你不心虚的话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 你 你敢动我 自然有人收拾 你们 你们的这些脸 我可都记住了 你们要是敢搜这辆车 我一定让费思青收拾你们 队长 甭听他给我废话 我告诉你 费处长中西卫的党国 绝对不会循私舞弊 出了什么事我担着 沈兵心 搜 谁 给我站住 住手 我看你们谁敢搜这辆车 除非 除非你们把我弄死 从我的身体上踩过去 刁雨晴 你现在是在妨碍公务 就凭这一点 我就可以就地枪毙你 甩兵心 你敢开枪吗 你再胡搅蛮缠 看我敢不敢 你一开我就开 我跟比比开谁的手不坏 放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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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忍不住我了 阮兵心 你别搞错了 我这不是在帮他 而是在帮你 我不用你帮我 你有种一枪打死我 你看我手下 会不会放过你 你的手下 那废出展呢 阮兵心我真的不明白 你不过是当那个 行动队的队长 就把整个情报处 当你家了是不是 好 我来帮你问问 你的这帮手下 你们都听着 你们到底是听处长的 还是听你们阮队长的 阿景 你平时不是最敢说话吗 怎么哑巴了 莫不是当着阮兵心的面 你连处长也不 当然是听处长的 听见了吗 还不赶紧放人 丁雄伯 你别在这儿 拿处长的打电牌 你今天这样 贸然跳出来 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只能证明意义的 你就是共产党 实际上是不好意思 我也是在执行公务 而且是处长亲自交代的 这个阮兵心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明明知道我跟玉琴的关系 却偏偏要去查他的货 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处长 您要我做些什么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不能让阮兵心 把这个巴掌打到我的脸上 我明白 熊波 我也不瞒你说 这玉琴运出成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 能够赚大钱的 那都是违禁品 你说这要是让软兵心 给查到了 你说我 处长 您不用什么都告诉我 不 熊波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这玉琴什么都好 就是太爱钱了 但你说说 这现在的女人 有几个她不爱钱的呢 我虽然平时一直都管着她 但是回头想一想 你说一个女人 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不要名分 这 这我总得给她点什么吧 处长 您能跟我说这些 说明您没办法当外人 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做 最合适不够 整个随心公署向下 都知道我跟阮兵心 是视同水火 我即便是把事情闹得再大 任彦也只会说 我是公保私仇 所以处长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还是关键事可见任心啊 行了 兄弟 啥也不说了 你赶紧去 拜托了 处长让你来的 您要是不相信 那边有电话 你可以给她打电话 沈冰心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不赶快放心 放心吧 阮大队长 Player 又暂时 这是一件事情